其实如果各位将来 我不知道因为你们Java底子不是很 如果之前好像都没学过 如果你要了解更多的话 其实很简单 游标放上去都会有说明 另外就是说呢 游标移动到底下的话 底下有一个说明 一个你可以open到什么 browser里面 那基本上如果你想要知道 string类别 其实我们都是用string类别 这个index方法 它也会连过来 或者你可以把它移到最上面 它就会秀出什么 这是一个string的类别 classstring 那实际上呢 这个string类别里面 所有的方法在哪里 就mencer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说 string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mencer 有什么方法 点下去之后 就是这些全部了 有的就可以做到 没有的话 也就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基本上这个类别 它提供哪些方法都在这里 那其中有一个方法 就是要index off 所以你可以往下 它是前面我们用过叫什么 ecos 所以如果你对ecos不熟的话 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ecos ignore case 就是忽略大小写的意思 还有另外其他的 这边这么多了 那其中一定有一个叫index off 有没有 index of在这里 然后呢 index off 有可以传一个参数 传两个参数 有没有 这边都有 传两个参数是这一个 然后一个string一个是from的index 这边都有 那相关的说明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里面都有相关进阶的说明 然后这个可以 这是从这里面可以去看到里面 进阶的文件 然后其他方法这边都有了 所以各位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去查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查到之后 如果说里面呢 他如果在 这个关键字 在这个字串里面有找到 他就会回传一个你找到的位置 那这个index特别注意 他一定是从0开始 所以如果找到的位置是 第三个字的话 他回传是2 所以变成你最后要秀出来要加1 不然的话那个位置就会变成少掉1 所以呢 我们找到之后的话 如果他里面的不等于负1 就是有找到的话 那我们增加一个变数 叫find it 就是找到find it这个变数 加1 也就是说呢 确定是有找到了 那找到之后预设是0 那如果他等于1的时候 因为我要多输出一个什么 多输出一个上面的这个标 这个等于是title 那就是第一次的话 多输出这个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输出什么 index加1 因为原来是找到是2 2加1变3 OK 那再来的话 往后面找 往后面找的话 就是把index 找到的位置 第二个字 然后呢 再加上他的长度 他的长数两个字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 本来b 这个再丢个b嘛 b本来是从0开始 从第0个字开始 从头找对 那可是你如果再从头找的话 还是再找到 还是找 回传还是2吗 还是2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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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